公元2021年的早春 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 举行的2加2高层战略对话 让每个中国人都为之一振 这两天 我收到很多小伙伴发来的私信 都是说 董叔 我想听你解读我的1919 熟悉看懂电影的朋友都知道 我不做流水账的剧情浓缩 我会从一部电影中挖掘有价值的看点 然后围绕看点展开解析 而我的1919这部电影 除了一些剧情浓缩 很少见到深挖细节的深度解析 正好董叔在2018年 写过研究巴黎和会的相关文章 本期看懂电影 除了解读一下这部电影的几个细节 带大家简要回顾下 一个世纪前 在同样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丛林 中国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多难 同时 我还会结合当年的一点研究 为大家深入讲解一下 一个世纪前还不是世界老大的美国 在国际社会上为攫取利益 是如何虚伪狡诈且长袖善武的 我相信看完本期节目的解析 你对美国的认知会明显提升一层 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 这部电影以民国初年杰出的外交家顾维军先生的视角 来讲述中华民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 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 顶住国内外各方压力 距离力争 最后拒绝在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故事 巴黎和会说的直白点 是一次各国列强分赃的大会 中国作为战胜国虽然出席了巴黎和会 但由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极为贫弱 所以虽然一战德国战败 被战胜的英、法、美日等国清算 丢掉了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 但是这些特权并没有被中国收回 反而被转交给日本 在巴黎期间 顾维军做了种种努力 但最后的结果依然让人绝望 因为国际间大国博弈 归根到底还是看实力 实力相等或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谋略会提供加成 但如果实力与列强出现代差 那利益绝对要受损失 而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 在谈判桌上同样拿不到 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弱国无外交 而一个弱国 即便是战胜国 在外交场合 其外交人员面对的压力 甚至屈辱 相信是今天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我们先来看看1919年 中华民国代表团在巴黎合会期间 经历过怎样的屈辱 第一个 为了顺利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拿到手 日本极为卑鄙地阻挠 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合会 可能其他列强觉得日本这样吃相不好看 并且中国代表团不参会 怎么在最后的合约上签字呢 毕竟签了字 实际上会好看点 从这个角度说 这是日本不体面 西方列强帮他体面 所以中国代表团被允许参会 第二个 虽然允许你参会了 但别的战胜国代表都有五个席位 你中国只能有两个席位 不为君据理力争 没用 大会主席 法国总理克里蒙索表示 哎呀 你这不好办呀 我们法国是一向主张中国应该有五个席位呢 但是日本还压根反对你们参会呢 我得平衡各方呀 你看 是不是很冠冕堂皇 除了日本那种吃相难看的列强 法国这种老牌欧洲列强 当他侵害你正当利益的时候 表面功夫一般是能做足的 第三个 中国代表团正在吃午饭 日本和各欧陆列强商量 要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然后只给了中国代表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阐述击方立场 在会上 日本代表木野深险说 山东问题 我们早跟中国牵过21条了 没必要在这讨论 中国在一战中没有出一兵一卒 这样的战胜国 有什么资格来参会 第四个 在顾维军做了中国 为什么不能失去山东的发言后 整个会场沸腾 但就如我刚才所说 没有实力支撑的外交 注定难以维护国家权益 日本与欧美列强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争取到欧美列强 对他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支持 在这里 电影表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变化 在反复思考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之后 他终于选择牺牲中国 支持日本 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但中国的合法权益已不可避免的被侵害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说一说 巴黎和会期间的美国 特别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 是如何一边立起正义的牌坊 一边以阴险的权盟 去为美国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要说美国跟其他列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 美国对中国利益的侵害 明面上比其他列强吃相好看点 而这不是因为美国比其他列强更文明 而只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后来者 在打完自家的南北战争开始休养生息之后 英法等列强已经在中国攫取到相当多的利益 也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美国完成了野蛮生长之后 打了最没出息的三流列强西班牙 在亚太地区只是拿到了菲律宾这样一片散碎的群岛 地理位置优越的台湾早被日本收入囊中了 可是中国这么大的蛋糕 美国当然也想吃一口 于是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表示你们各家在中国的权益 我们美国是尊重的 但是你们在华的势力范围 能不能也向我开放一下 让我的商品也能卖进去 税收和你们享受同等待遇 因为一方面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和后来的美西战争 没有赶上欧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方面当时的美国实力也较为弱小 特别是军事实力 19世纪末的美国排军 勉强排进世界第五 总吨位28万吨 跟辅国134万吨的总吨位相比 人家零头都比不过 陆军正规军也只有6万2 所以也就老朽的西班牙能欺负一下 其他的欧陆列强 美国是断然打不过的 所以美国就提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门户开放政策 这可以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返亚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实力不如欧陆列强的时候 他的博弈策略是文斗不是武斗 又经过20年高速发展 在巴黎和会上 美国带着威尔逊14点和平原则来了 可能看到这里 有的小伙伴有点懵 你不是说巴黎和会是列强分赃大会吗 美国怎么带来的是威尔逊14点和平原则呢 和平难道不好吗 和平当然好 但要看是谁主张的和平 大家都知道 二战之后 英法德日等一众帝国主义国家 有的产生 有的被彻底毁灭 只有美国没有被战火波及 战后一跃成为超级强国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二战的火种相当一部分 正是美国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 拨下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 提出了倡议和平的14点建议 其中很多条都大有深意 比如战后各国裁军和限制军备 这么一听 似乎美国真是爱好和平的国度 在国际上推动裁军 其实这是让欧陆各国等一等他 否则靠自己闷头发展 军备赶上欧陆列强还得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这一条法国就不会同意 我在一战中被打得那么残 好不容易残生 你还想让我裁军 我不阔军就不错了 我裁了军 削减了军备 德国再打我怎么办 所以电影中 克里蒙索跟自己的幕僚私下说 威尔逊总统见鬼去吧 又比如 《14点建议》里面还提到 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这一条也是为自己的利益量身定做的 在19世纪末 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之后 急需向全球输出自己的产品 以获取高额利润 但这一条 英国又会很嫌弃 英国作为当时全球头号海洋强国 掌控全球各重要航道 肯定不愿意让出这部分利益 再比如 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 这一条 战败国德国是乐意的 这样奥匈帝国境内说德语的人群和地区 肯定会愿意归入德国 但这样英法肯定不干 你一个战败国 怎么打了败仗还能获得领土呢 这不合逻辑啊 大家看到没有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在战后提出的《14点和平原则》 是多么高明 又是多么独辣 明面上 我们美力坚为你们欧洲的烂事操碎了心 我为了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呼吁裁军和限制军备 你们不同意 我为了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 呼吁海上航行自由 你们不同意 我为了不同民族 能够保证本民族的权利 呼吁民族自治 你们还是不同意 这些正确无比的倡议 你们统统不同意 这一下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高大和春亮 同时也看到了英法的自私和龌龊 正义的美利坚和卑劣的英法 在世人面前顿时高下立盘 但是美国这么做的另一面 一般人就体会不到了 在这些标榜着和平自由的幌子之下 掩盖的是美利坚的险恶用心 高调扮演救世主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当年的美国还没有能力 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我在一战打完后就得撤出欧洲 我可能在分赃大会上 难以获得海量的利益 但我走之前也得把你们搞乱 通过十四点和平原则 再次制造出一大堆 让英法德纷争不休的矛盾 以至于二战爆发前 德国就认为 当年一战我承认战败 是基于认同当年美国总统 威尔逊先生提出的 十四点和平原则 现在既然你们英法 都不认同这一原则 那我们德国也没必要遵守了 咱们再干一架吧 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二战打完后 欧洲又一次衰落 美国进一步强大 所以在我的1919 这部电影中 你会看到 美国像个老好人一样 又是撮合中日两国代表 能面对面坐下来 商谈山东权益归属问题 又是在各自提案阶段 向大会提出 和中方类似的提案 显得美国似乎是 一心捍卫弱小国家的利益 在电影中 对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 有不太多的描写 其中有几个镜头 颇有深意 在日本代表西元寺公网表示 如果不把山东权 也交给日本的话 日本就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英法两国首脑 马上举手同意日本的提议 威尔逊一脸不情愿 挣扎了很久 才慢慢举起手 而当凡尔赛宫外 聚集起中国留法学生和华侨 抗议巴黎和会 侵害中国的利益时 英法首脑笑呵呵的 看着窗外的机会 然后漫不经心的碰碑 威尔逊又是一脸 忧郁的歌唱相望 似乎为中国的利益受损 而悲天悯人 以个人情感 去揣夺国际政治的小伙伴 可能会觉得 哎呀 威尔逊这人真不错 但当你看懂 美国惯用的美式权盟后 你就会懂得 这是为自己 没能吃到最大块蛋糕 而心怀愤恨 时过境迁 光阴如梭 历史也总是会有惊人的巧合 一个世纪之前的巴黎和会 上海籍民国代表陆征祥不想签字 觉得愧对良心 但软弱的他又不敢拒绝 而当又一个新丑年来临 同样是上海籍的杨主任 却可以当着美国代表的面说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通中国谈话 以一个世纪前在巴黎的凡尔赛 和会主席 法国总理克里蒙索 威风八面 人称老虎 一个世纪后 在冰天雪地的安克雷奇 美国人面对的杨主任 也有同样的外号 Tiger Young 这辟逆天下的气势背后 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新中国 是疫情肆虐的背景下 突破100万亿的GDP增长 是量子通信 高铁技术 5G技术 激光技术 大数据等方面 在全世界的引领 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充沛五倍 是14亿人民的团结奋进 今天的中国 已不是一个世纪以前 那个孱弱的中国 我们靠自身实力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今天的美国 却还是一个世纪以前 那个狡诈的美国 用所谓的民主自由 这些幌子开路 在全球煽风变火 绝取利益 好了 感谢你能看完本期看动电影 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 提升了你的自识水平 请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能点个关注 那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